和翁美玲合作 在那時來說是很難忘的 由射雕英雄傳 一直天使執惠 天使執惠 天使執惠 幾個劇集我和他都是有一個 大家都是做拍檔的 我記得他初初拍射雕的時候 是第一次拍劇 他已經是 他很聰明 他不會讓你覺得他是一個小姐 一個女孩子 他和所有男演員大家都玩得好 很混熟 去到1984年 很多劇集都在翁美玲和三哥拍著照 成為收視保證 好像天使執惠就是其中一套 喬滴滴的翁美玲 拍到高大威猛的三哥 搞笑得來又襯到絕 深受觀眾愛戴 我肯嫁你嗎? 是爹給我 真的不嫁你 我記得最難忘的一次是拍天使執惠 是 我和他和劉丹丹爺三個 在波羅邪一個外景的場地 拍完通宵戲 五點鐘收工 然後第二天的零六場地又是波羅邪 又是同一個地點 即是隔一小時 隔一小時就要回來這裡拍攝 當時的化妝時間是六點 就在廣播上化妝 我們三個一言談好了 研究員就說不如不要回去睡 在波羅邪睡 在波羅邪睡 無形 即是無謂回去洗澡 又不回去洗澡 直接是裝都不下 道具就放下三張榻榻 在波羅邪 三張榻榻 透過火爐 那時是冬天 好像現在的天氣 透過火爐 找柴 執拾柴枝 很原始風味 穿了火爐 一人一張榻榻 在江山野爺爐 睡了三個小時 等到第二天 那群外景裤來 就叫醒我們 妝又不用化 裤套又不用再黏 繼續拍 那時的毓美靈 是無所謂的 你說怎樣就怎樣 大家可以一起過 即是男生的話 但女生也想不到 她可以這麼隨意 是的 她很開心 很開朗 你真是我的房間做甚麼 總是沒有尼斯文 一點都不像個女生 別搞那些事 你不明白 你看看她 她怎樣 我明白 那個就是忠良 她因為你嫁在我們司徒門 所以傷心欲絕 而你呢 如情未了 所以還神不守舍 好呀 你 你別人含血噴人 我含血噴人 真是 你坐一張床幹甚麼 你那張床 好 好 我就不坐你那張床 以後就快點叫我坐你那張床 你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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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叫我走呀 好呀…我投資不得呀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來 你來 你因為愛你 我來